焦点回到雾峰 雾峰寺的路上临近中正桥附近 有一棵加东老树 相传有百年历史 是当地居民生活的共同印记 但是有地主买下土地后 有意将老树铲除 居民也发起保存老树行动 在经过市府农业局的评估后 由于在深域地环境这项评分中 未达标准 列管评估不通过 地主也取得合法程序 这天将加东老树移植到别处 让居民是相当不舍 工人们挖开地面 底下的树根随之露出 接着工人用绳索固定树身 准备帮老树搬家 雾峰四德路临近中正路桥 这棵茄东老树 庇佑地方 是当地居民的生活印记 最近地主取得合法程序 因此要进行移植 这就要刷在百威城 对啦 这一切都叫行政庭宿 来处理嘛 所以说这个 当地人控制后的时候 地主都有 专专层 一切的处理都 企业都有合线了 所以今天要来刷来保余城 当初买下这块地的地主 为了方便出入 想要铲除这棵茄东树 民众不舍老树 因而发起保存老树的行动 不过在经过市府农业局的评估之后 由于在生育地环境这项评分当中未达标准 列管评估不通过 虽然事情已经定调 居民们仍是相当不舍 民众很字母 看著老樹躺平 工人聚除多餘的樹枝 準備將他移植 居民無奈之餘 和老樹共同生活的記憶 也只能湧流在民眾的心中 接著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